第九百三十三集 他肉身强大 但是手段不多 应该可以对付 也凡安自庆幸 若是遇到上次的金身老和尚 在场的人恐怕都得死 他冲我们过来了 这个雄伟的老皇主 金色的眼珠子带着一层死器 大步逼来 探出一只大手向前抓来 吉浩月弹指 一串五色血珠飞出 打在这个红毛生物的身上 这是神王血 蕴含有破鞋之神灵力 可是神血力道强劲 打在老皇主身上 发出喷喷声 根本没有穿透 无法伤他 并无用 坏了 这个人生前 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是一个王体 虽然没有修之大成 但神血却对他无用 因为他本身也拥有 什么 众人吃惊 这竟是一个老王体 消息实在是够惊人 让人庆幸的是 这个恶灵刚开灵制不久 只懂得吞吐日经月华 还没有什么可怕手段 只是尸身坚固而已 吴中天 李黑水等人出手 各种法宝一起打了上去 但是却都无法撼动 这个超级老皇主 全都被震开了 一位王者的遗体 这么坚硬 在场的人纷纷出手 碎裂了几件法宝 都没有伤到王体分毫 跟金刚不坏之躯一样 庞博上前 让我来 挤出了几枚石钉 发出扑扑声 一下子射穿古尸 王者血液灵性还未尸 喷涌了出来 最终喷的一声 这具老皇主的尸体 倒了下去 人们庆幸他没有通灵 浑浑噩噩 不然几人就危险了 好强大于神秘的石钉 吉浩月大吃了一惊 这几枚石钉大有来历 乃是悟道古术 所制成的棺果上的钉子 叶凡一并给了磅礴 被他视为珍宝 虽然仅是定棺之物 但这是太古万族心中的 超越神灵的存在 祭炼成的 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不死天皇 真不知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他棺果上的石钉 都这样可怕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叶凡绕着画仙池 还有龙穴观察了个仔细 也不知汇出多少了原天文落 他以原术推演 在十里外的地上刻得密密麻麻 原天文落如繁星一样 数之不尽 我推算 再有十几天 此地将彻底显化世间 仙人不渡 将可通过 太好了 再有半个月 我们将有大收获了 千万要小心 纵然此地自主出现世间 但却也只有八条生路 分向八方 叶凡郑重提醒 这么多天的演算 叶凡心惊肉跳 最后这十里路有绝世杀鸡 任何一位皇主进去都可化成浓血 他在地上绘图标注出八条路线 通向中心仙池与龙穴 你们一定要仔细记下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 叶凡耗尽心里 布下无尽怨天文落 将这片地狱的地势都纳入了进来 真正显化世间 一定还会有其他强者进来 我们也只能抢占一步先机而已 仅有八条生路可渡过去 他们正好八人 决定每人各走一条路 抢占先手 与后来者夺天元 果然啊 有人来了 时间匆匆 九十里登仙路迷雾散尽 有人发现了此地 消息第一时间被传了出去 又过了两日 最后十里天前发生一变 杀鸡减弱 可以穿行了 叶凡拦住了几人 不要妄动 再等半日 此地也有其他人来了 不少人冲了过去 结果哼都未能哼一声 当场被画了个干净 叶凡估算时间差不多了 八个人分别行动起来 各选择了一条生路 如飞前景 他们每一步落下都很有讲究 提前也不知道演化了多少遍了 早已详细记下了每一处落脚之地 这十里路很特别 而今只有八条生路 所有人都不敢大意 生怕走错路径 哎呀 一条路上鸡家小月亮一声惊叫 相邻区域的鸡号月一惊而后 尝出了一口气 原来是鸡家的圣主来了 跟上了他妹妹的步伐 赶紧退走 此地你不要进来 太过危险了 鸡家圣主说道 一直点在鸡子月的眉心 拘禁出一条路线图 这个老狐狸 一定早就来了 叶凡在另一条路上自语 家主 你带我进去呗 鸡子月嘟嘴 摇动家主的手臂不肯撒手 今天这里要死很多人 你赶紧退走 鸡家圣主大袖一展 将他抛了出去 落在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鸡子月皱了皱 秀气的鼻子转身就跑 出来后追问叶凡所在的那条路 跟了进去 远处 江家 遥光丰足几大圣地的主人都出现了 跟来不少高手 其中无限接近原地师境界的欧阳夜 也赫然在立 另一边 中州诸子百教 四大不朽神朝 各大教主纷纷现身 在他们身边 有一些寻龙帝师跟随 天下不乏其人 他们推演过后 追逐叶凡所指出的八条路跟了下来 许多强者跟进 袈裟烈烈 一群老僧出现 有几人脑后出现了几重佛光 神环照体 悲天悯人 面带极苦之色 一看就是绝顶高手 郑东那条路上 一个年轻男子出现 甲鱼金色的古战车 雄子伟岸 黑发皮肩 王腾到了 他修成了五道天眼 漆黑的瞳孔射出两道光滑 盯住江淮人的背影 周身光芒万丈追了下去 金色的古战车 擦着江淮人的头颅耳骨 让他披头散发 险些大骂出来 但见到是北地 他也只能暂时忍住 你大爷的王腾 真以为自己是天地了 瞪着瞧 金色古战车上 王冲站在其兄长身边 回头看了一眼 不屑的冷笑 一会儿进来 别让我看到你们几人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此前在秦城 找我们麻烦的那小子 肯定是叶凡 这次我大哥真是来了 让他洗净脖子 等着挨仔吧 金色的古战车 隆隆而进 上面刀痕剑孔 如远古的地车出行 有一股射人的力量 在其周围 龙凤并起 引动九天 光芒冲天 江淮人气到不行 金色的古战车 一冲而过 将他冲撞的劈头散发 头颅差点被碾压 连那个小妖孽都浑然未将他放在心上 站在车上 俯视着他 说出那样一番话语 飞扬跋扈 我在里边等你 这是王冲最后的一句话 金色的古战车太快了 一闪而没 远处 另一条路上 叶凡 眸子 不定 五道天眼 王腾修成了五道天眼 比他的原天神眼还可怕 可看透一切虚妄 绝地虚实 尽可看穿 最为害人的是 在大战过程中 天眼可捕捉到一切破绽 最是恐怖 甚至 有的天眼修成后 其他人的动作 在其眼中 慢如蜗牛 宛如镜指 那个人很强大 不过我哥哥说 他还不是天下第一 鸡家小月亮跟了上来 无法飞扬 眼眸灵动 杨之欲一样的脸颊 组合在一起 很俏皮与柔和 诸子摆叫都来了 大批的高手入内 寻龙地狮眼光独到 所选出的路线 与叶凡定出的八条生路重合 中皇来了 外面一阵骚动 许多人都议论了起来 一个皮头散发的男子 走得很慢 如山似玉 沿着一条生路 一步一步的进入先帝 九千年前 他就已经是一代皇主 而今连各方教主 见到他都一阵发出 虽然他身体年龄 不过二十岁 但是修为摆在那里 老是群雄 那么看一会儿 我现在给你 caf龙 和礼物 我们应该是 Neverland 和这一谊 其他人都议论了 在那里 对 我们应该是